OK,那今天的话我一样,我延续上礼拜 上礼拜我们最主要是用函数,总共会用到三个 一个是FINE,一个是MID,一个是EVAIL 做出来的结果就很快可以把刮斧里面的字串 把它提取到B栏 那当然这个范例刚好 重点就是说,假设你将来的资料 不是整个储存盒,而是储存盒的部分资料 那这个规则就是部分资料是在刮斧里面的话 那你势必就是要把资料给提取 那提取的话,如果你不用像这个是用公式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你图法链刚是很浪费时间的 尤其资料量多的时候,当然一定是非常没有效率的 所以这里的话,当然我们用了三个 一个是FINE,找前刮斧的位置 把它加E,就是MID的开头 然后在后刮斧的位置 把前刮斧的位置减掉,前刮斧位置再减E 因为我们要抓的是前刮斧的下一个字 然后有些是没有刮斧,像这个没刮斧会出现错误 所以再用FL把它做一个过滤动作 所以主要会用到三个函数的 当然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函数可以办得到 其实不是 其实你可以试试看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做 一定是有 只是说其他函数是不是比较简单 我想其他方式是可以 但是有没有比较简单 这点可能还输一 如果你做完结果发现好复杂 那你倒不如想一个简单 所以目前想到最简单的方式 应该是MID加FINE加E,这三个函数 那再来都录制具体 录制具体因为前面有讲过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自己再把它练习一下 那今天接下来讲VBA VBA的话上个礼拜才会讲另外一道题 当然首先有几个方式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按一下它之后 上下填满 那填满的部分的话不是用录制的 而是要自己写一个程式 那写的方法 上礼拜用另外一篇例讲过 那今天我们等于是复习一下 第一个当然你要把那个什么呢 那个开发人员把它叫出来 OK开发人员 第一步 F1啦 所以以后你要写VBA嘛 第一步就把开发人员打开 那那个VBA的好处就是说 它不需要像那个其他的程式员 比如说Python啦Java啦C++等等 要安装软体 OK那实际上如果你有ECL打开就有了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任何的安装权限 也可以做一些这个撰写程式的动作 第二个因为它已经在ECL里面 所以你也不需要说还要呼叫什么 像Python要做这个ECL的存取 你必须可能要用其他的一些套件 才有办法完成 那这边的话呢当然第二步 所以一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第一步 OK所以你看这个第二个的话开发人员里面有Visual Bank 那主要我们是利用这个Visual Bank 那如果你要转写两个按钮 两个按钮实际上就两个Sub 一个的话呢就是输出公式 从这个储存格到这个储存格的范围 OK那另外一个是清除 其实就是上个礼拜提到的那个公式 其实主要是一个回圈嘛 加上一个储存格的控制 并且把公式丢到里面去 大概就完成了 所以这个步骤蛮固定的 所以我建议各位可以把它稍微 变成一套固定的流程吧 OK那首先的话呢 如果你要做两个按钮 第一个Visual Bank打开 那习惯是把这个稍微缩小一点点 第二个如果你要写程式的话呢 一般会写在模组里面 那目前因为没有模组 所以按键滑鼠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这时候就有一个模组了 把程式写在这边 那通常的话呢 我们也许假设写两 写那个什么 一样就是 这什么 截取瓜糊自串的公式 也许我今天用公式的方法 所以第一步 接下来插入一个模组 记得按右键 插入模组固定的 所以第一步是开开发的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找到它打开之后的话 反正以后呢 写程式一律 写在模组里面 模组就是在右手边有 有个白色的区域 那如果你要写按钮的话 一定是sub 所以你开头就打个sub sub 然后名称也许叫什么 也许叫做 瓜糊自串 然后底线公式 一样 我这个是输出公式 然后你只要一个stop 然后一个将来的按钮名称 然后再enter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后面的东西 事态小工具选项 赚写风格吧 至少会放到至少12号次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OK 所以哦 这个储存格怎么控制 那前面有讲过啦 你就是用sales 哪一列 OK 第二列嘛 哪一栏 逗点 然后这个是B栏 因为我要把资料 把公式丢到这个B栏 然后呢 等于什么呢 一般是等于 先送以后 OK 那丢什么呢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把公式放进来 那公式我是在前面这边 所以贴到这个函数 这个工作表 然后把这个公式 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 记得复制完把它取消 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 你没办法点到这边 因为它邮标还在这里 所以要取消掉 然后呢 再切到刚刚的medial basic 把它贴上 不过 一样嘛 之前有讲过一个规则 就是因为呢 在VBA里面的双引号 它已经把它拿来当自串的 前后符号使用 那你如果把这个公式也 双引号过来 它会出错 所以怎么办呢 要把一个双引号变两个 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 哇 现在好像双引号特别多 总共 应该还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 可是像我这边教过一个方案 因为如果说你要自己加也OK 可是有时候常会少加一个或多加 那程式不算错 所以我的习惯是直接怎么样 用另外工具帮我代劳一下 那工具很好找 就是在那个 在我们的Windows里面的那个什么 记事本OK 记事本应该是在负责用程式 Windows的负责用程式 或者你用Waterpay也可以 反正就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记事本 我觉得记事本比较简单 那你把这个工具贴过来 那它规程是一个变两个 所以你可以用编辑里面的取代 把一个双引号变成两个双引号 取代 这样比第一个 速度快 如果你双引号一堆的话 第二个绝对不会错 如果你自己人工来改的话 有时候常常 像我之前也遇过 就是会漏掉 因为有时候是字太小 会看不清 所以你怎么样 把它取代一下 OK 然后取消 再贴就可以了 所以取代完之后 你再把这个公式贴到这边来 那贴一样 这边记得要把这个取消 不然你有时候你 你习惯怎么点不下去 那大部分都是游标还在这个资料编辑里面 你按取消就可以了 然后接上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再把它切到第三个工作表 然后呢 我们来run一下 看of ok 如果ok的话呢 那再写一个回圈就可以了 诶 输到这里 不过你会发现 奇怪了 老师为什么没东西 其实有了 只是因为这个没有瓜布 所以什么都没有 好 那再来我要怎么样 把它改成回圈 还记得吧 回圈的话 4i等于第二列到第十列 OK 你可以看嘛 看这边第十二到第十 打英特两项 打一个NAS 跟他讲说 i的话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然后你把这个公式 直接把它放到这中间 然后一般习惯是按个TIP 它的下一个阶 下一个阶 然后 它在那个回圈里面被执行 那改哪个地方 一样嘛 改这个几个 第一个 就是改这个 2改成i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 把这个里面的a2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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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有四个 然后呢 改成i 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文字 我上礼拜讲过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个i的数字 放到文字里面 那必须先切开 然后用串接符号 把i放进来 那 如果你假设你实在是不知道那个规则 实在没法理解 那你就背一个口诀 就是 串号两个 先切开变两个字串 然后and两个 然后再加个i就可以了 所以两个串号移到中间 两个and移到中间 加个i 然后最后一步呢 就是把and前后加空白 好 那还有总共有四个嘛 我们只有做一个 那其他的怎么做 跟各位讲 其他的其实它规则 基本上一样 所以如果你假设做了一个 双一号到双一号 你可以把它复制 复制完之后 直接切到这三个2 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 不过这可能要很小心 不要做错 因为原来的2嘛 它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2嘛 然后被我 换一个i在这边 所以其实 其他地方也就如法抛制 所以这个2 这个2 跟这个2 只要变成这一串文字就可以了 不过可能要注意哦 双一号到双一号贴 贴贴 OK 好了 C下一个 Ctrl C 贴的话直接选取2 然后贴上就可以 Ctrl V 那这一样Ctrl V 这个动作你只要 不要操作错误了 理论上应该就蛮快就OK了 好 那做好之后的话 我们就实行一下 你会发现 它的结果就OK了 那清楚怎么做呢 一样把这一串公式 Sub到EndSub 把它选起来 Ctrl C 然后Ctrl V贴到底下 那其实因为清楚 跟上面的程式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这个后面 等候后面 不用加任何的东西 只要加两个双以后 这个就是清楚的意思 就是塞那个空字串 实际上空字串就没有字 没有字就清楚的意思 所以把 它再来的话 把Sub改一下 这个Sub 叫做清楚 OK 所以这边的话 改个清楚 这样OK了 然后这个就直行一下 这就是新的 这边就直行 就有了 那这个跟具体录制 一样最大的差别是 一个是自己写的 一个是 透过Excel的聚集帮我录制的 当然相较之下 当然自己写会弹性比较大 因为你自己写的 第二个执行效率也会比较快 然后 再来的话 程式比较简短 不然如果你用录制聚集那一番 程式好像蛮多的 如果录制聚集这个我就不讲了 请各位自己再把它完成 然后最后的话 因为我要把这两个Sub 变成两个按钮 OK 应该还记得吧 所以最后如果我要把两个Sub 变成两个按钮的话 那再来就是用 开发人员 这边有个插入 插入里面有按钮 所以你就把插入这边按一下 那左上表这个按钮 然后拖拉一个 这个叫做 方符四串公式 复制一下 这边的话把它 可以上 这样OK 好 这个就是刚刚的Sub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再按一下插入按钮 不过 如果你假设要做下一个按钮的时候 说真的 你虽然即便很想要 把他们两个按钮做成一模一样 但是你会发现 像之前就有同学反映说 是那个你的按钮好像两个怎么长得 不一样大小 我说没有啊 一样大 不过他可能看得蛮细的 但我觉得还OK 但同学就觉得说 因为他可能看得很细 其实这不一样大 但是说真的 以视觉上来说 应该不影响 但是有的人就会有那种 是不是叫强迫症 对不行 你这不一样大 这样就看得不舒服 好 那怎么办呢 要是我啦 我会这样子 我把它按右键解像 如果你要让两个按钮一模一样大的话 我的习惯是 直接做一个 然后拿上面这个把它复制 然后推到底下 因为一样大 一样大 但是一样的按钮 那怎么办 没办法 把这个下面按右键 重新改一下 也就是说 下面这个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清楚 那改的方法很简单 按右键 重新指定句集 这是清楚 然后把这个清楚的名称 再把它改上去 再到这里就OK了 这样OK了 好 那最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清楚 这有吧 有吧 OK 好 请各位试一下 那有时候这个地方 不过聚集 也需要两个按钮 这个请各位自己练习一下 然后这边一样就是做刚刚的动作 然后柳银1开发的源打开 在这个地方 Vidobank 记得先按右键插入投资 然后打上这两段程式 并且 做两个按钮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理论上这个应该云试白板上面也有参考的答案 OK 在151吧 OK 这里 这个是公式 然后录制 你会自行完成 那一样就是录制完之后再加上组结 所以大概是两个按钮 那VPA的话呢 就是关无自创 公式跟清楚 然后 原则上跟上个礼拜 其实阿易不大 输出公式跟清楚 OK 试一下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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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